为提升学生数位学习上的资源以及实力 云林县府与土库粤港国小成立智慧教育中心 规划人工智慧馆及农业馆等六大主题体验场所 提供给县内各国小学生 都能实际来操作相关的智慧科技设备 借此培育出未来的科技人才 野动版十足的海底机器人 如何样式 由学生们进行导览 向参观的长官贵宾 介绍新的智慧教育中心内的设施与功能 为落实学子的数位科技教育 增加相关的学习资源 云林县政府在土库镇粤港国小 成立了智慧教育中心 31号这一天正式接牌启用 透过智慧教育可以缩短城乡的差距 也可以缩短数位的落差 所以教育就是我们要翻转整个云林县 大家对于它科版跟传统的印象 甚至教育也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让它在全国全世界都更加有竞争力 所以我们粤港国小 就是我们整个智慧科技培育的一个摇篮 让我们孩子能够亲临现场 无论是自己的体验或是学习 让他对于数位科技 本身能够更接近 智慧教育中心共有六大主题场馆 包括人工智慧馆 智慧农业馆 未来生活馆等等 让小朋友们能实际体验到相关的技术 了解各行各业 日后会是如何与智慧科技结合 同时也希望藉此培育出未来的科技人才 不只有我们智慧科技的一个学习场馆 那还有未来的生活馆 包括智慧农业的这个场馆 甚至未来从3D列印各方面 通通有直接学习的这个空间 那我想孩子看了以后 他会激发他的潜力 也会培养他的兴趣 甚至他对于数位科技 智慧科技方面 他会更加的体会 更加理解未来的这个世界 大概就是如此 县内各个国小的学生 都能先在线上进行相关的课程学习 然后在智中心来实际体验科技的奥妙 为学子打造良好的科技教育基础 县内所有的国小学生 其实都可以在线上先进行课程的学习 等到他们完成一定的课程学习之后 那他们就可以申请到我们这边 做一个实际的体验 包含从像说人工智慧 然后Metaverse 元宇宙 智慧农业 智慧家居 还有后面的包含3D列印 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学习 他们在国中开始接触 这个科技课程的时候 才不会造成那个各国小 课程落差太大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智慧教育中心 这样子的一个建制 来把整个国小的这个落差 尽量把它拉平 希望所有的同学 将来都能在这智慧教育中心 获得最好的科技学习与体验 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视野 帮助未来发展更加丰富多元 记者邱显城采访报导 帮助未来的科技学习与体验